罗勒是一种属于纯形科 罗勒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 被全世界广泛种植 是最常见的一种香草植物 因其独特的芳香和药用价值 而备受关注 罗勒的品种非常多 高度通常在80公分以下 具有圆锥形主根和密集须根 7至9月开花 9至12月果实成熟 罗勒的播种时间 南方地区可选择3月至4月播种 北方地区可选择4月下旬至5月播种 罗勒是生根植物 根可入土0.5到1米 因此选盆时应尽量选高一些的花盆 选择排水良好肥沃疏松的土壤 栽前可施肌肥或营养土 播种步骤 种植罗勒也可先育苗 将种子均匀拨于花盆中 上面覆盖一层薄土 并保持湿润 第二 日常管理 苗高6到10厘米时 进行建苗补苗 学波美学留苗 按到三株 调波按10厘米左右留一株 幼苗期怕干旱 要注意及时浇水 第三 按施肥 罗勒在刚种植时 土壤中应带有充足的底肥 以促进植株正常生长 当罗勒长出4到6片真叶后 可以开始适当定期施肥 如果适用水肥 浓度不能过高 以防止因肥料过浓而烧伤根筋 罗勒生长到10厘米后 可以适量追加氮肥 促进植株生长 如果使用固态肥料 应在根进5到6厘米的地方 均匀拨洒 并立即浇水 以促进肥料吸收 第四 采收 罗勒液一般在植株生长到一定阶段后 进行采收 通常在植株高度达到20厘米左右 即可开始收获 此时 罗勒液较为幼嫩 品质较好 罗勒液的采收主要集中在7到8月 这是罗勒生长最为旺盛的时期 罗勒的采收 以摘取嫩尖或叶子为主 当罗勒植株长到一定高度时 可以选择未抽台的幼嫩枝条前端 进行采收 长度一般在5到10厘米左右 这样既能保证 又能促进植株的再生能力 采收后的罗勒液 应尽快食用 也可以将罗勒液洗净后晾干或烘干 然后装入密封袋或容器中保存 此外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例如 不要将肥料或肥水直接喷洒在叶片上 以免造成叶片颜色发黄或凋落 在冬季应停止施肥 以免对植株造成肥害